活动的达赖来台别有用心 甚至还取消了几个两岸新增行底的首行仪式 对此国民党说 这是民进党激进突击的政治算计 而民进党呢 则是劝执政党不需要畏惧中国的压力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昨天就达赖抵台活动发表谈话说 民进党策动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赴台湾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 达赖赴台湾势必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国中央台主播面着国台办的声明 直指达赖来台对两岸关系有不利的影响 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中国将两岸新增行点的首行仪式取消 辽宁台湾州原本要出席的国台办主任王毅 更降接改派主任助理李亚飞 这些都是中国具体的地质行动 原先预备的是包括非常重要的省委书记 都准备要到台湾 带很庞大规模的采购团 那是数以百亿计的人民币这样的一个采购团 几百亿以上人民币的采购团要到台湾来 现在都因此推迟了或者暂时取消了 他们都认为陈局是绝对基于政治的算计 采取这种突袭的做法 国民党直指这是民进党的政治算计 全局出面邀请达赖激进突击 但民党反问何需畏惧中国压力 这个民党请达赖激进突击 我们听你们中国的位置 为灾民起伏跟所谓的定期航班的启动仪式 或者跟王毅参加所有台湾节的活动 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 如果大陆真的这么关心台湾 愿意跟台湾站在一起的话 他也应该站在人道的角度立场 来欢迎这样的一个宗教级的领袖 来为台湾人民祈福 达赖来台具有宗教上的意义 也有政治上的效应 一把刀两面刃该如何解读 从灾民朝野政党到中国 都在期待达赖的智慧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好 再来看看目前灾区的一个情况 今天有两民间